您现在收看的是生命电视台 接下来请收看慈悲法语 常念三图苦 如《入行论》上说 趁有能力行善时不做 等到被恶趣痛苦蒙蔽 那时除了受苦 还有什么可补救呢 又说 谁能拯救我脱离恐怖的恶趣 张开惊吓的双眼环顾四周 想要找到一位能医治的护主 却找不到 心中痛苦万分 欲解不安 沮丧失望 原来这里根本没有救度护主 真到那个时候 该怎么办 现在就要皈依释迦牟尼佛 只有世尊才是医护 只有世尊才能度脱终身 只有世尊才能去除恐惧 赞音赞上记载 在 EL 佛 手印尊ом 博石 因为佛陀曾经说过 我是无护众身的助办 画着大悲心 誓愿为众身拔苦与乐 佛陀具有无量悲心 广大悲愿 能哀悯众生 炫苦不倦 还有谁比佛陀更尊贵 佛陀啊 您是一切有情的 总医护主 是一切有情的 最圣经卷 因为众生盲目 不知道要惠意您 以至于在生死无害中沉溺 如果能接受您的证法 即使是顿根众生 也能获得大力 更何况 力更终胜 一定能 成就自他 两力 这么殊胜的妙法 只有佛陀您才知道 外道怎么可能了解 能够获得解脱的外因 因您的存在而居足 内因 就要靠自己努力 可惜 于是的众生 迟迟不能圆满内因 才会一直呆在轮回受苦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常怀众神恩 报众神恩 包括两方面 报四重恩 报他人恩 报达除了人类以外的一切动物的恩 佛教讲远起 世间万物都处在多重因果相续相连的关系之中 互相依存 地利相关 都是一种 和和共生的关系 就我们当下的生命来说 没有世界上所有人的恩惠 也就没有我们自己的生命 这仅就人与人之间互为生存的条件而言 所谓法不枯起 仗尽方身 一点水若不时干枯 只有放在大海 才能永久存在 人不独活 因缘而生 只有在他人和社会的帮助之下 方能生存 每个人之所以能够安居乐业 是因为有无数从事各行各业的人 先勤 老作和密切配合的结果 所以佛教讲自他不二 有恩应报 把生命的当下推向遥远的过去 我们同一切众生的关系 就不仅仅是互为存在的条件关系 从无始以来 与我们有关的人 真是无法统计 面对命运终生 既有我们过去身中的父母 也有我们过去身中的朋友 兄弟等等 所以我们对所有的人 都应看作是我们的亲人 是我们的恩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值得反省的是 人人都在为我 我是否也在全心全意地为人人呢 能够很好的体会到这一点 做到这一点 就是自觉地报众神恩 包众神恩 还应该从人类扩大到一切动物 这是佛教报恩智慧的独特之处 我国的主道两家 还有国外的一些主要的宗教思想 根本没有触及这个问题 讲报众神恩的唯有佛法 动物的生存和人类的生存是一体的 当今地球 动物类的大量减少 实际上给人类的生存 带来了严重的威胁 以佛法的因果观来看 正如每一个人都可能 曾经是我们的亲朋 每个动物也同样 可能与我们互为亲友 大乘本身心地观金 报恩品 是专门讲报恩的 其中 最令人感动的 就是救人 要是众生若父母 既然知道父母恩众要报答 所以也应该报众神恩 善男子众神恩者 即五始来 一切众生轮转五到今千百节 于多生中互为父母 以互为父母故 一切男子 即是慈父 一切女人 即是悲母 习生生中 有大悲故 犹如现在 父母之恩等 无差别 优优独播剧场——YK 此今的济颂云 有情轮回生六道 犹如车轮无始终 互为父母 为男女 生生世世互有恩 如见父母等无差 不正甚至无由事 一切男子皆是父 一切女人皆是母 凡夫俗子 由于智慧力不够 此生我们生而死 死而生 生生世世改头换面 自然不能认识 累生累劫的父母 佛经中说 卢汉有隔音之谜 菩萨有出胎之婚 菩萨行者 死后转身人间 尚且是昏昧的 正果罗汉 转身映化人间 亦占妄失过去 但圣者与凡夫所不同的是 一遇到机缘 略为予以典型 立刻就可以恢复记忆 这就是所谓的素世通 清代高僧 沈安大师 在《劝发菩提心文》中说 今之披毛带脚 安之非习为其子户 今之主动涓飞 安之不曾为我父母 佛教认为 在人去以外的五去 地狱去 恶鬼去 畜生去 阿修罗去 天去中 无论哪去 都有我们的父母 诸如此类的事情 在佛法因果律中 无甚美举 在劝发菩提心文中 说 我与一切众生 不是以来 互为眷属 父母 柳青 乃至私友 而比众生 常为我做大饶益 或顺我志 定我欢喜 或逆我志 定发道义 又能视线 又能视线一切 极苦相貌 定我兴致 故身贪酌 发于阿诺多罗 三秒三菩提心 是故众神恩德 亦负无量 不可言说 佛弟子 应当时常提醒自己 面对众生 要牢牢记住 上方两个字 修行者 若把自己摆在众生之上 只能下话 不能上报 就曲解佛陀的教化 因为若无众生 无耻 莫所修行 连活着都十分艰难 佛法讲人生难得 是因为人最具有开悟的可能性 优于其他生物界 并非说 人类可以任意伤害动物 人类不应是 对生物界的压迫者 而应当作为善良的保护者 对所有生物予以仁慈 佛法的特质 就在于对万物的慈悲 佛法教导人们 要正确地认识自己 所受到的恩惠 自己要为环境 和其他生物 做出贡献 这才是正确的生活态度 这种思想 正是佛陀制定最根本的一条戒律 不杀身界中的基础 犯网经菩萨界中说 若佛子已此心故 行放生业 一切男子是我父 一切女人是我母 我身神 我身神不不从之受生 故六道众生 皆是我父母 而杀而使者 即杀我身故 一切地水 是我先生 一切果蜂 是我本体 不常行放生 深深受生 常住之法 将人放生 若见世人杀畜生时 因方便救护 劫其苦难 异常教化 讲说菩萨界 救度众生 包众生恩的一个 简便异形的途径 就是放生 把处于刀组之间 或囚笼之中的动物 解救出来 让他们回到大自然中 自由的生活 解救度优优独播剧场 念众正恩 更是发菩提心的 十种因缘之一 劝发菩提心文 上云 此菩提心 诸善忠王 必有因缘 方得发起 经言因缘 略有十种 何等为时 一者念佛众恩故 二者念父母恩故 三者念师长恩故 四者念师主恩故 五者念众生恩故 六者念死生苦故 七者尊重己灵故 八者忏悔业障故 九者求生净土故 十者为念正法得九住故 最常用的回向祭 愿以此功德 庄严佛净土 上报四重恩 下祭三土苦 若有见闻者 吸发菩提心 尽死以保身 同生极乐国 由此可知 佛陀的教化 有深刻的人间性 三宝 是佛教徒认为 最重要的 但经典 却把父母众生 国王 放在三宝之前 可知 报答父母养育之恩 众生的 不持之恩 国家的 安定之恩 有多重要 наш有 coherency 我icz之后 不持之恩 每周近 可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2022台湾佛教僧且终身教育学会举办 僧侣善巧助人系列线上课程 课程期间3月7日至6月27日 每周一晚上7点至8点半 报名对象献佛教僧众 每堂献60名 备用由学会供养 报名日期 即日期至每堂课前一周额满为止 报名方式网络报名 推广w.absle.org 写线trainng 课程内容详见官网 恰询电话 0227478687 0227478687 台湾佛教僧且终身教育学会 身着身福 调福至心 成就佛心 佛在《涅槃经》中说 居家破载 犹如老狱 一切烦恼 应之而生 在现代人的生活中 取得一个宁静修行的机会 桃园佛教联社 2022第六届 短期出家 日期111年6月6日 星期一至6月12日星期日 离请上名下矮大和尚 为德界和尚 上亿下英大和尚 为杰摩和尚 上务下禅大和尚 为教授和尚 报名资格 据正经正宪之三宝弟子 愿意发心学习僧团生活 身心健全者 报名须知 提供实术 讲义 僧福 传戒地点 桃园佛教联社 报名资料经审核后 统一寄发报道通知单 请勿重复报名 报名方式 请以正凯书写报名表后 寄送或传真至 桃园佛教联社报名 报名表内 请确实书写联络电话 联络时间 避免无法联络 延误报名作业 邮件报名 E-mail tybl.tybl.tybl at gmail.com 报名表请至 宝称宏法电视台 桃园佛教联社 台北农民寺网站下载 电话 03-339-7021-3 传真 03-339-7020 地址 桃园市桃园区朝阳街12号 大致度论云 孔雀虽有色源深 不如红练能远飞 白衣虽有富贵力 不如出家功得胜 欢迎踊跃报名参加 德国女摄影家 布列塔 贾辛斯基 是世界上少数从事 野生动物拍摄的女摄影家 因为喜爱动物 而立志为动物发声 透过传统相机 与黑白底片创作 呈现动物们被穷尽 束缚 受到惊吓 与无助的面貌 在已发表的 《动物园》系列中 关注在人造的 狭小园区里 被穷养的动物们 猕猴因为精神错乱 而刮着伪蓝的玻璃 希望观看者可以思考 当人长期被关在 黑暗笼子里 是否也感受到 极大的压力 马戏团系列的表演 更是展现出 迫使动物穿上 人类衣物表演 只为了能够温饱生存 而这样的心态 是人类对动物展现的 权力傲慢 贾心斯基表示 希望大家能够去思考 从这些影像中 看见了什么 只要开始试着去改变 就算只是微小的力量 也能让世界变得更好 善的力量 需要您的参与 神明电视 与您一起 用行动挽回 时代的迷思 用慈悲地窖 和平新世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山的呼唤